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 刚刚主持完我们凤凰卫视的龙凤城祥 这个全球华人新春音乐盛典 这个每年大年二十九 这就等于是我们凤凰的春晚 所以在这个现场啊 咱也可以聊聊央视的春晚 聊聊央视春晚的节目单 我看这个央视春晚的节目单啊 我的感觉是啊 都是那么回事 年年都一样 但是我想说说这个年年都一样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凤凰的春晚 这个龙凤城祥啊 每年都一样一拿到节目单 开头是金蛇狂舞 结尾是春节序曲 年年都一样年年都一样 这也就成了我们的一个习俗 一个风俗 所以前些年这个春晚呢 当然有焦虑 整天憋着发的这个外隐内联的 就想创新 想创新 越创新呢 越给人骂 越创新呢 越给人骂 我现在 我小人之心 渡君子之父啊 我现在琢磨着 是不是春晚的创作人员 他是因为疲倦了 还是因为有了一种认识 就是在多年创新之后啊 有了这么一种认识 就是创新不如固定 你看这个春晚啊 最早出现的时候 他是个联欢会 到后来啊 他越来越像个仪式 越来越像个仪式 你看这个主持人 那位叫司仪 司仪 你看我认同 陈佩思有一次的一个说法 他说呀 这个春晚 到后来变成了一个 新春的祭祀大典 你看像这个古代 皇帝到这个新春啊 他都有一个祭天啊 祭地啊 一个祭祀大典 你看这个春晚的主持人 有时候有些人说呀 哎喊叫 对吧 很高亢 像朗诵 春天来了 他们都是这个范儿的 如果作为主持人 你觉得有点朗诵枪 可是 如果作为司仪 假如它是一个 有某种新春祭祀性质的 一个祭祀仪式的话 哎 这个司仪啊 就是这个祭祀啊 它就是这个腔调 就是这种 圣司礼节的腔调 春天来了 我们的祭祭祀 我们的祖国走入了什么新里城 你看 它这个调 其实作为一种新年新春祭祀的话呀 这个调是应有的 所以我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春晚的这个娱乐性啊 这个老想创造 老想创造娱乐性 让老百姓乐 让老百姓乐 但是呢 它这个 这些年呢 无形之间 我觉得已经变成了 中国人的一个新民俗 这个呢 不知道是可喜 还是可悲 因为 我们小时候 没有电视的年代 过年 是有很多内容的 像咱们现在想起来 古代人过年 那多有意思啊 整晚上全家守岁 放鞭炮啊 吃各种各样的东西啊 还有种种的这个游戏 那是构成古代 一直到我小的时候 春节的内容 那个时候 没有电视看 可是 你说中国人 很多人都说中国人 这个好像是文明古国呀 多么留恋旧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 中国人同样有啊 不恋旧的这一面 我们很容易抛弃一些 旧的东西 我们很容易洗心厌旧 甚至于 我们很容易 喜欢变化 你看 日本人 就讲究 永远不变 什么东西就倾向于 很固定 很保守 一个手工艺 上千年 不改 但是你看中国人呢 中国人还崇拜孙悟空 孙悟空72变 所以你看中国这个 中华民族的性格里啊 有固定的一部分 但是也有啊 喜欢破旧立新的那一部分 可是你看春晚 这几年陷入一个焦虑 就是你越破旧立新 你越想创新 你招骂呀 还招骂的越狠 这是因为我觉得啊 他的性质啊 已经有了这个新民俗的这种性质 好 我们用春晚的这种方式 度过这个大年夜 这种新民俗 您觉得好不好 甚至咱们可以展望 以后多少年 难道中国人就靠着 中央电视台打造的春晚 特别是北方地区的人民 难道靠着中央电视台 打造的春晚 就构成我们这个中华民族 春节 大年夜的 过年的一个礼仪 一个新的内容吗 我想到这儿 一方面我觉得 它是某种事实 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 也挺 也挺可悲 也挺可悲 可是 小时候过年的那些内容 那甚而至于 古代人过年的那些内容 咱们还 恢复得起来吗 我觉得 回不去了 过去的世界 再也回不去了 所以 今天的情况 非常光怪陆离 我们的很多文化习俗 空壳化了 变成了一个空壳 但是在这个空壳里头 你比如说 大年三十还得过 再没有年味 你也得过 可是过什么 没有内容了 没有形式了 那么 没有形式 也得发明出一些形式 于是 电视台的春晚 竟然成了一种形式 一家老小 好家伙几个小时 大年三十晚上 就守着它来过 它成了这么一种 中国人过年的内容 老实说 我特别希望 我们没有这么贫乏 没有这么简单 我们能够有一些 更有意思的 甚至是更古色古香的 过年的这种内容和玩法 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 我们就变成了这么一个光怪 陆离的样子 在一个空壳的大年夜里 我们就是要依赖一个电视台的春晚 一些相声 小品 歌舞 这些固定的这些节目 来让我们找到这么一种 过年的感觉 或者对有些人来说 干脆就是能够打发 大年夜的这几个小时 所以我的意思 我看这个春晚的这个节目单 我的感觉是 有新的吗 肯定有新的 可是看上去 还是那一套 甚至我猜疑 会不会他们导演觉得 那就是这一套吧 创新不如固定 你看就像我们凤凰 每年大年二十九 都是这个龙凤成祥 这么固定下来啊 作为主持人来说 也觉得 也觉得就像个过个节吧 稿子都不用重写 去年的话 基本上再来一遍 去年的曲子 再听一遍 只不过 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我们的这个国家大剧院的 这个音乐会 就像维也纳的这个新年音乐会 古典音乐 它当得起 一而再 再而三 年年奏 年年听 年年爱听 可是我们春晚的这些 代表了咱们 这个新时代 文艺成就的 这些个节目 它们当不当得起 咱们把它固定化 一而再 再而三呢 新年快乐 每天看 每天再见 欢迎 eh 哈哈哈哈 他也從上面往下 太激動了 太激動了 你的 哦 啊 哦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